两位歌手 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 是青春片 他们开口说话 是喜剧片 当他们开口唱歌 是剧情片 或者说文艺片 深深不息男女合作舞台 想看毛毛和依依的毛依组合 我们一开始想的组合名字是毛依组合 后来想了个 想了个什么 我们想了吗 有啊有啊 在群里 我没太关注 一毛不拔嘛 简称抠搜组合 毛老师给山春起了个外号 善姐 为啥会这样 孙称嘛 毛哥 未来会成为歌坛的大姐 毛哥不会成为歌坛的大哥 这是属于你的那个花生 不 它不是 是有人说我长得像这个 我这个想 美丽 聪慧 唱得好 我现在是不是唱得这么多一点 天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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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都是事实是吗 不够权益 他就不够权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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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么多关于女团舞的管理 全部是 像那种比较冷的可爱 幽默 山水我请你专业一点 对不起 主要是你转身的时候 你 你这样看我 潘舟丹吧 那毛老师 你觉得说的很多声音 很受用 很受用 好 分分钟需要你们试 哪个让人提的 算是我提的 这首歌舞是1971年写的 我不是跟他 是跟以前的那个 他以前的女朋友 对 也是 这女生比我大十年 他们常常通电话 然后他每次到洛杉矶 还是去见他 我也见过 我也去拜访过 有一次 从三藩市开到罗索 洛杉矶不是罗索 在开车的一路 突然间我有这个灵感 就写了这首歌出来 那个是英文来的 那个英文怎么唱 那两个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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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会在那里 去赔网票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很穷很穷 就两个人才可以付那个 付那个电费 对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句 《鲜鱼白》 从头到现在那些人记的 都是这一句 《鲜鱼白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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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唱给三里姐听的是吧 我们可以借鉴一下 是不是 怎么借鉴 我一内 我一内 只是观众一句 所以 《鲜鱼白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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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歌 它的表达是很笨拙 很真挚的 它重复的歌词很少 它是在不断地构建场景 但是每一个场景 又有一些幻想的部分 比方说荒岛 比方说活一千岁这种的浪漫 就构成了这个歌 独一无二的这种幸福感 在城市当中 每个人都是很渺小的 但是自己身边有爱的人的陪伴 哪怕是粗茶淡饭 咸鱼白菜 也会觉得生活当中 是被乐趣填满